3.日本 亚特兰蒂斯 日本昨天呈现为亚特兰蒂斯 据说洪水盖过整个国度 土地像被覆摸的船只一样 装满了咸咸的水 落入水里的人们优雅地舞动着四肢 像在层层被单之间滑行一样 但他们化不成水族人 萌芽不出鱼鳃 人们一直往水里沉 双手双脚划着一圈一圈 像在寻找信号那样 在波纹中寻找定位 像被葡萄酒灌满了的面孔到处溶解 不知不觉中进成了一片废墟 一座座城市在海床上 竭经不出梦幻的宫廷 这是最新记载的《毁灭的古城》 一个好莱坞电影式的大灾难 一个有关失去文明的传说 这几天海里出现了看似海者的塑料袋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跌跌撞撞的 像火红的尘埃一样 给整个小岛染上记号 这等奇迹般的景观可说是大自然的佳作 一条鲸鱼的层层油纸像火山爆发一样 用滑行在大海的骄傲姿态 使内脏穿越时空而溅到四处 一条条湿润的形状 从皮肤的口子里破茧而出 从一个孤单的身影中 生产出一种纠缠的 残缺不全的 自由的体积